在这个里面呢 下面呢我们看一看啊 恩格斯除了讲了证明了物质以外 还提出了他的这个辩证法 辩证法 我们刚才讲了维物主义啊 历史维物主义的形成 他需要辩证法 需要辩证法 那么这个辩证法呢 可以说作为一个辩证的方法 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自己 维物主义学说的基础 维物主义学说的基础 那么我们看一看 在这个问题上 也就是作为他们的思维工具 思维工具 也就是他们哲学的 最本质的一个方面 这个辩证法方面 恩格斯做出了哪些贡献 恩格斯做出了哪些贡献 那么恩格斯啊 不仅这个我们前面看到的 把这个辩证法 引入对哲学存在的 维物主义论证 强调这个他们的哲学 维物主义形态的 这样一个基础 同时呢 还对辩证法的理论 本身进行了研究 进行了研究 这个恩格斯啊 反复强调 就说在他和马克思 所创立的哲学当中 最富有生命力的内容 就是维物主义的辩证法 就是维物主义的辩证法 然而要把辩证法 从黑格尔的哲学的思维 思辨形式中拯救出来 确理起维物主义的形式 就必须研究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 就必须研究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 也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刚才讲的 恩格斯山述的 马克思和他的辩证法里面的 这个辩证法的特点 是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 就是说辩证法的发现 它应该是哲学的 而不是一个自然科学的 这样一个和现实问题的 一个罗列 所以它应该是哲学的一种抽象 那么在这种抽象上 他们继承了黑格尔的 这样一个辩证法 也就是说辩证法需要一种形式 这种形式是对它的 哲学的值的规定性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讲了它对自然科学的研究 自然科学研究 从自然科学当中 一个是获得了辩证法的理性形式 获得了辩证法的理性形式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它获得了有机整体观 获得它的现代科学的 一个辩证法的那样一个内容 辩证法内容 第三个呢 是对工业和商业 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 包括阶级斗争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 各个方面的研究 那么也就是说 对一个整体的社会形态的一个解剖 那么这是它从这个历史当中啊 抽象出它的原则来 抽象出原则来 那么这样也构成了这个马克思的 恩格斯辩证法的一个 一个整体的 既是它的一个特点 那么同时也是它的这样一个结构 就是辩证法 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这样一个改造呢 就是说是它的形式 是辩证法的形式 也就是它的这个形式方面 那么自然科学的研究 和对这个工业和商业的这样一个研究 对资本主义形态的一个解剖呢 是它的辩证法的内容 是它的辩证法的内容 那么正是因为它可以说是通过这样一个 对内容的研究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同时又通过辩证法的形式内容呢 来开阔了这样一个 开阔了这样一个自然科学和工业和商业的问题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说它要改造这个黑格尔的这样一个辩证法 改造它的形式的话 它不是一个从概念到概念的过程 而是什么 通过了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研究 通过了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研究 所以呢 当时要改造黑格尔的这样一个辩证法 提出自己的辩证思维形式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啊 可以说面对的一个共同难题 就是自然科学 因为在这个领域他们都不熟悉 他们都不熟悉 所以恩格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呢 在19世纪的70年代啊 专门研究了现代自然科学 探讨了自然界的辩证发展问题 辩证发展问题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研究自然科学 不仅仅是出于恩格斯个人的兴趣 而且还有一种使命 就是他们哲学需要有自己的辩证思维形式 自己辩证思维形式 所以呢 实际上他和马克思在这儿有一个分工 有一个分工 马克思在写《资本认》的时候 他一开始展了 对这个自然辩证法 对他们的这个辩证思维形式的 这样一个研究 通过这样一个研究呢 他获得了建立辩证法一般理论的 这样一个可靠的材料 可靠的材料 所以在这个辩证法的研究当中呢 他我们可以看到 他主要的啊 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呢 是研究了辩证法的性质 就是辩证法呢 他的这个基本特性是什么 第二个呢 就是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和范畴 就是作为一个体系的这样一个范畴 第三个呢 是辩证法和人的认识的关系 就是和人们的这样一个 认识的这样一个辩证法 这样形成了 他在这个领域的独特贡献 我们现在讲一下 他的这样一个基本贡献 首先我们看一看 这个辩证法的性质 及其不同形态的历史演变 关于辩证法的性质呢 这个恩克斯啊 曾经有过分别从理论和方法上 下过一个定义 下过定义 在理论方面呢 恩克斯就提出来 他说辩证法 不过是关于 自然人类社会 和思维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普遍规律科学 这是他的基本性质啊 基本性质 什么叫辩证法 什么叫辩证法 那么这个定义啊 一方面强调辩证法 要以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规律 为研究对象 有着十分现实的内容 另一方面呢 又强调辩证法是对这些现实内容的抽象 它是以逻辑的方式叙述出来的 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的理论 有着主观的形式 这就是说什么呢 辩证法 它不能仅仅是客观的内容 如果是客观的内容 它不是哲学的 哲学的东西一定是主观形式的 是主观形式的 所以它包含的一种抽象 所以你看它那个定义 它说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 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它既然是一门科学 是一门理论 所以它一定是有它的主观形式 这是它的这个 从这个理论上来认证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了 辩证法是一种理论 是一种理论 因为它是一门科学 所以它是一种理论 第二个方面呢 它是从方法认上来认证的 就强调了辩证法的主观形式及其意义 强调了这种形式所具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 就是它说辩证法 辩证哲学啊 它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 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 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 绝对的东西 神圣的东西 它指出所有的一切事物的暂时性 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 无止境的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 什么都不存在 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者的头脑中的反应 承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 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一定阶段 对它那个时代和那个环境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 但也不过如此而已 这种观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 它的革命性是绝对的 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这个强调绝对的发展这一点 本身就是辩证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 所以我们在这儿说的什么 辩证法的性质 辩证法的性质 它的革命性 这就是马克思也强调 说在费尔巴哈提纲里面也强调 它本身是革命的批判的 那么革命的批判的是什么 它不仅仅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政治的概念 它是一个哲学概念 作为哲学概念是什么 强调发展的唯一性绝对性 任何东西都是运动的 都是其他的所有东西 都是一种相对的 都是一个相对的这样一个阶段 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就强调了方法认 是从方法上肯定了辩证法的一个唯物主义性质 也就是说作为方法辩证法 它是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 形而上学否定了事物的内部矛盾 否定了变化和发展 把真理看作是一个绝对真理的体系 就是强调人的认识是有终结的 使事物服从于某一个绝对的观念 所以它是唯心主义的 那么而辩证法呢 它强调事物的矛盾 它的变化和发展的绝对性 强调事物是要经历一个无止境的发展过程 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 就是强调它的发展 而不是在某一个观念 在某一种观念里面 某一个时刻它会停止的 某一个真理体系当中它会停止的 不是这样的 而是不断的发展 所以正是这样一个唯物主义的信实 才能够使马克思认识到 历史领域当中的物质存在 就是它是怎么发展的 才去开化它的这样一个辩证法 所以这个方法可以说对马克思来说 马克思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来说 它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对于他们去研究 社会形态的变迁来说也是必要的 他不能把某一种社会形态 作为一个最高的社会形态 一个终结的社会形态 而是强调社会形态 它是一个变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第二个它就是作为论识 作为一种主观形式 辩证法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反应 这也是马克思的辩证法 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 所以这样的恩格斯就通过 辩证法的这样一个定义 从方法身上讲述了这个辩证法的本质是什么 讲述了也就是说把这个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是革命的批判的 这样一个他的这个哲学内涵把它扩展开来了 扩展开来了 正是这样的 就是说恩格斯在论述辩证法 既然辩证法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分 就是说是不是 实际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分 在这儿强调的是什么 你是不是承认辩证法发展的绝对性 辩证发展的一个决定性 你是把它看着 辩证这个事物的发展在某一观念上 某一形态上 某一客会停止呢 还是说承认它的发展的一个绝对性 绝对性 绝对的这样一个历史发展性 这个本身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分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分 那么正是这样的 他就谈到了这个辩证法的这样一个差别 就是谈到了这个从古代辩证法 到唯心主义 德国唯心主义的辩证法 以及经过自然科学的过滤 然后形成唯物辩证法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在恩格斯考察了 这三种辩证法形态的一个历史演变 其中在这个里面呢 他最为强调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 和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唯物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 他我们知道在强调这个辩证法的时候 他始终 这个恩格斯考察高度的评价 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 觉得这个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里面呢 充满了这个合理性 历史主义的思想 唯物主义的思想 从唯物主义思想 把这个整个人类历史 看作是一个过程 所以他评价 他说黑格尔 第一是黑格尔 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 和精神的世界 描写为一个过程 即把它描写为 处在不断的运动 变化 转化和发展中 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的 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那么这个地方啊 实际上是揭示了辩证法的实质 揭示了辩证法的革命意义 也就是说发展的绝对性 绝对性 也就是说黑格尔实际上 点出了这个本质 但是呢 恩格尔认为呢 赫格尔只是提出了这个论物 又要把这个自然 到人类色化描述为一个过程 只是提出了这个论物 并没有完成这个论物 那么他之所以不能完成论物呢 恩格尔开阔了三点啊 他说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 那么首先呢 是他自己避兰有限的知识 就是他自己的这个知识有限啊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他受到他这个时代的 广度和深度的限制 那时候的辩证思维 自然科学的这个 关于过程的自然 关于研究过程的这个 自然科学领域没有兴起 所以这个他要受到这样一个限制 那么其实呢 还有一个就是 他是维新主义哲学家 就是他受到的这个 他思想不现实的 就是说在他看来 头脑中的思想啊 不是现实的过程和过程的 活动活少的抽象的反应 而是呢 这个这个事物及其发展呢 只是在世界以前 出现以前呢 就已经存在了某个观念的 实现的一种反应 就是他把这个现实的发展 和观念的东西啊 颠倒了 颠倒了 正是由于这样一个 他的维新主义的体系 由于他的这样一个矛盾 这个封闭的 形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啊 所以窒息了 他的辩证法的一个革命性 那么真正发现 马克思辩证法的这样一个 就是真正发现 这个辩证法的革命性的呢 是马克思和他 所以呢他就强调了 这个创立现代辩证法的 这样一个基础 辩证法的基础 颠倒是把这样一个辩证法呢 可以说把自己 他和马克思创立的辩证法 称之为现代辩证法 称之为现代辩证法 也是现代唯物主义的辩证法 也是呢 就说是辩证法的第三种形式 第三种形式 对于这第三种形式呢 恩格斯有一个开阔的说明 他说现代唯物主义 把历史看着人类的发展过程 而他的任务就在于 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 无论在18世纪的法国人那里 还是在黑格尔那里 赞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认为 自然界是原则 瞎小的圆圈循环运动的 永远不变的整体 刘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 和灵赖所说的不变的 有机物体也包含在其中 同这种自然观相反 现代唯物主义 开阔了自然科学的新进的进步 从这些进步看来 自然界同样也有 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 天体和在时宜条件下生存 在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 是有生有灭的 至于循环即使能够存在 其规模也要大的无比 在这两种情况下 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 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 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 一旦对每门科学都提出要求 要他们弄清他们自己在事物 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 总联系中的地位 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 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 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 形式逻辑和辩证法 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智能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对辩证法的这样一个说明当中 恩克斯对他和马克思辩证法的 可以看作是一个开阔性的说明 在这个开阔性的说明当中 恩克斯实际上提出了他和马克思创立的辩证法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呢 他认为这种辩证法把揭示人类 把揭示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规律作为自己的任务 所以他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他强调这种辩证法是以新进的 自然科学的新进进步和现代社会的阶级斗争为基础的 包括当时的这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 就是细胞的发现 能量守恒和转化的发现 和生物进化的发现 那么这种的这个新的辩证法呢 这些啊都为新的辩证法呢 提供了实证材料 而在之前的这个发生的 法国和英国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 反对资产阶级斗争呢 为这个新的哲学世界观呢 提供了历史的基础 提供了历史的基础 那么恩克斯认为在这两者当中啊 可以说这个现实的阶级斗争呢 它的历史基础呢 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更为重要的方面 他认为正是由于有了现代自然科学 以及对现代阶级斗争的研究 所以才会产生出两大成果 一个是唯物史观 一个是剩余价值 那么这个创立啊 可以说是对于这个创立新的辩证法 是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使这个辩证法成为真正的革命的和批判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这种辩证法的强调 这种辩证法的产生呢 实现了哲学和具体自然科学的分离 就是说哲学自身也发生了变化 在这个黑格尔那儿 哲学还是包罗万象的 就是它是科学的科学 凌驾于科学之上的 凌驾于科学之上的 那么从 自从这样一个辩证法的产生以后 就是说它把这个哲学和实证科学区分开来了 和实证科学区分开来 就变成了关于思维极其一般规律的学说了 这就成了一个什么 哲学自身发生的变化 它不再去把这个物理学 化学所有的具体学科 包含在自己的哲学当中来 而是使他们分离出去 把自己变成什么 一种自身的一种 仅仅是一种思维的科学 是一种思维的科学 也就是说这样呢 它就使这个 所以恩格斯在这个地方啊 它就说辩证法作为革命的和批判的学说 一个强调它 然后就强调它是关于自然社会 和思维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 就是辩证法 它作为一个方法 作为一个方法 就是说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运动 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 所以它作为一个理论和方法 就是这样一个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而不涉及到 对这个具体现象的一个研究 你要哲学去说明具体现象 就把哲学变成一个包罗万象的 变成一个包罗万象的科学 凌驾于科学之上的这样一个科学了 就是很多东西 包括现在我们说的经济学法学 还有这个自然科学的很多东西 应该由自然科学家 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去说 哲学家说的是什么 是说这个社会存在的本质是什么 它的思维方法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东西啊 给揭示出来 揭示出来 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地方啊 恩格斯对这个辩证法的这样一个 一个说明 辩证法性质和它发展的一个说明 说明了辩证法不仅仅是在它的 方法上有所变化 它的内容上有所变化 而且包括它的自身的形式 辩证法的形式上 它也发生了一个改变 那么这个改变呢 可以说是现代哲学变化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成果 一个成果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内容 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看一看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研究 在这个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研究上面呢 一个呢是恩格斯研究了这个辩证法的规律 辩证法的规律 恩格斯强调了一个最基本的观点 基本的观点 就是说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当中抽象出来的 就是强调啊 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当中抽象出来的 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 这个他在讲他最一般的规律是什么 把自己和这个人类 把自然界和社会啊 人类社会啊 把它分开来的 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具体说明啊 交给具体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去说明 而这辩证法呢 只是对一般规律的一个说明 规律的说明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恩格斯强调了辩证法的规律 在这个基础上他研究了规律 既然辩证法是对人类一般规律的研究 那么这个规律呢 恩格斯开发有三大规律 一个是量转化为值和值转化为量的规律 一个是对立统一的规律 还有一个是否定之否定规律 那么恩格斯对这三个规律啊 就是借助于这个黑格尔的辩证法啊 通过对黑格尔的这样一个 这个规律实际上黑格尔已经提出来了 那么恩格斯通过这个自然科学 对黑格尔的这样一个规律的说明 作为一个改造 作为一个改造 提出了他和马克斯啊 对这个辩证法的这样一个规律的一个说明 在这个说明这个辩证法的规律当中呢 他讲了三层意思 一个呢是强调辩证法的规律 在哲学的层面上 指的是主观辩证法 就是他在哲学的层面上 一定是有形式 指的是主观辩证法 尽管他是对自然界和客观的历史过程的一个反应 就有客观性 但是无论如何他在形式上是主观的 形式上是主观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他强调辩证法是哲学 而不是实证科学 你们可以看到他强调是联究一般规律的学说 而不是实证科学 而不是实证科学 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呢他就强调了这个辩证法的内容啊 他强调呢就说有三个一个是质量互变 一个是对立统一 一个是否定之否定 对于这三大规律的关系呢 恩格斯当时呢并没有说明 这个里面哪一个是为主的 后来提出它是核心概念呢 这个矛盾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 是辩证法的核心 那是后来列宁提出来的 但是呢恩格斯当时啊 还是用这个矛盾的 矛盾的存在和转化 来分析量变质量和否定之否定 可以包括对范畴的分析 所以这样呢实际上 他已经呢有了一个 以辩证 以这个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 来分析这个 质量互变和这个否定之否定规律的 这样一个思想 但他并没有提出这个思想来 没有对这个 对立统一规律啊 展开一个更深入的这样一个研究 这是他的这个第一个 对辩证法规律的一个说明 第二个呢就是对辩证法的这个范畴的说明 在这个辩证法的范畴当中呢 恩格斯根据这个自然科学的材料 以对立统一的观点 认述了这个辩证法的一些重要的范畴 一个是有限和无限 再一个是吸引和排斥 部分和整体 抽象和具体 普遍和特殊 归纳和演绎等等 其中他最重视的是三个范畴 是三个范畴 一个是同一性和差异性 第二个是避难性和偶然性 第三个是原因和结果 原因和结果 他认为这三个范畴 他说同一和差异 避难性和偶然性 原因和结果 这是两个主要的对立 当他们被分开时 他们都可以转化 于是必须求助于根据 那么这儿呢 恩格斯强调的根据啊 就是条件 就是相互作用 也就是说什么 他通过这个三对范畴啊 讲了这个范畴之间的关系 及其相互转化 相互转化 所以实际上呢 是主要是突出了 他的一个辩证法的思想 辩证法的思想 但是我们说 作为辩证法的思想的话 他作为一种理论的话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的形成 他都会有三个条件 这是我们讲的 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呢 他必须要有自己 特定的研究对象 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他要有自己的范畴体系 第三个条件呢 他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方法 有独特的方法 我们看一看 恩格斯对这样一个辩证法的这样一个认述 他的对这个自然辩证 对辩证法的定义啊 对辩证法的定义 他的形态 他的这样一个规律和范畴的说明 是不是构成了他的这个对辩证法的一个定义 比方说他的这个 我们前面讲的他的性质 讲的什么 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 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那么就是说 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 我讲的是研究普遍规律 而不是研究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啊 而是讲了他们的这个普遍规律 那么也就是说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规律的科学 所以研究普遍规律 形成了他的特定的对象 特定的对象 那么其次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体系 虽然是从黑格尔那改造过来的 但是他形成了自己的这样一个 通过这个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 这个 现在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抽象 所以形成了自己的这样一个范畴体系 那么同时呢 他也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方法 形成了自己的方法 所以这个里面呢 到最后的这个方法论部分呢 我们看一看啊 就是他讲的认识的辩证法 认识的辩证法呢 既是他的理论 同时也是他的方法论 我们讲的这个 他讲的这个辩证法的这个范畴里面 关于这个 这个有限无限 吸引排斥部分和整体 那么这样一些过程当中啊 实际上就讲了什么 他的一些方法论的原则 方法论的原则 下面我们看一下 他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认识的辩证法 既是认识认同时 也包含他的方法认 那么在这个认识的辩证法里面呢 因为恩克斯啊 因为恩克斯啊 是针对杜琳而言的 而杜琳在他的认识能领域 大谈人的思维的至上性 终极真理和认识的决定性 否定人的认识的相对性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形而上学的 所以形而上学呢 他讲的是一个绝对 讲的是绝对是吧 形而上学一定要是讲绝对的 把事物看得是禁止的 不发展的 所以他讲的是绝对 那么恩克斯作为对杜琳的 这样一个批判呢 所以他就强调啊 他的相对性 那么这个相对性 第一个我们看一看啊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 我们讲的这三点 是恩克斯自己开阔的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做 恩克斯在这个反中理论里面 讲认识辩证法的时候 都涉及到 但是我们在这儿 做了一个概括 一个呢 讲人的思维能力的辩证法 你们看啊 首先从这个 人有没有这个能力 来把握这个世界 以及他的能力是怎么样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讲的思维的形式 思维的形式 第三个呢 也就是说 他的辩证逻辑形式 作为结果的东西是什么 第三个呢 讲了什么 思维的过程 我在思维过程当中 所以你看到没有 有思维的能力 对人本身的提问 认识的这个研究啊 还包括几个层面的内容 但是当然 作为一个结果的东西 后来是列宁讲了比较多啊 就是关于实践检验 真理的标准问题 那是作为认识的结果 那么在这儿地方呢 恩克斯讲了三种 一种是关于 思维能力的问题 对自身思维能力的研究 一个是对人们的 认识的理论成果 就是辩证的 思维的理论成果 他的思维形式的 这样一个辩证研究 第三个呢 就是他的这个 人们的思维过程 你在探索过程当中的 这样一个辩证法的研究 所以它是三个层面的内容